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凸透鏡成像 那講凸透鏡成像之前的話呢 你要先會一個東西 你要會什麼呢 你要先會什麼是凸透鏡 什麼是凸透鏡 凸透鏡第一個 它能不能透光 可以 注意聽喔 透鏡是可以透光的 面鏡是不能透光的 面鏡只會反射 透鏡才會有折射 聽懂嗎 會啦齁 好 那凸透鏡的話呢 基本上你來記一下 凸透鏡是中間比較厚的 中間比較厚的 就叫凸透鏡 好 第一個來記的東西 這叫做雙凸透鏡 兩邊都是凸出去的叫雙凸 然後另外一邊是平的一邊是凸的 叫平凸透鏡 這都不難 最難是這一個 這叫什麼 這叫做凸凸透鏡 凸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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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透鏡 你看一下這三個圖裡面 很明顯都是中間比旁邊 比上下兩側都還要來個厚的 注意聽這考是會考 會考選擇題 好 然後注意聽喔 原本我畫這個圖 原本是 看這個箭頭有沒有 這個地方 我現在畫這條線就是所謂的凸透鏡 然後呢 原本應該是這樣畫的 我看到了齁 那中間的部分我就不寫它了 好 然後再來 這裡有兩個東西來記憶的東西 是這個F2F F叫什麼東西 M叫做焦點 F焦點 所以呢 以圓這個凸透鏡的這個 靜心到這個 焦點的距離成為什麼 也叫做一倍焦距 那2F呢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距離 叫什麼 叫兩倍焦距 這樣會嗎 好 那我們幹嘛講焦距呢 因為這裡也會有焦距 這裡也會有兩倍焦距 好 那我先跟你記一下 突透鏡的話 一般而言 它所持的像都屬於那種 像是什麼東西一樣 像是聚光用的 聚光 那怎麼聚光呢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的平行光打過來的話 都會聚在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點上面 那這個點就稱為什麼 就稱為焦點 也是所謂的F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所以這個圖裡面呢 原本也應該這樣畫的 可是因為我們要把我們的圖 把它講得很精準 因為 烤會烤這裡面的觀念 我先說齁 你光會畫還不夠 你要弄清楚他們有東西在講 在講什麼 好 第一件事情 我先這個物體 就是用一個紅色鏡頭 畫畫出來的 好 首先第一個我問你 這個紅色鏡頭 或是光打過來這邊 幾條線 答案是無限多條 注意聽喔 我先講一遍喔 當你的光沒有打過來的時候 不會只有兩條或三條 答案是會有無限多條打過來 但是呢 其中有兩條 是最重要的 哪兩條呢 第一條 我們用 呃 什麼顏色的 黑色的 我們用黑色的 好 我們用綠色的好了 好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是平行光打過來的話 很明顯的 它會通過哪裡 是不是通過這個焦點 對 對不對 好 這個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通過進行的話呢 很簡單 它剛好會直接 對 就走一直線 然後這兩條線的焦點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是我的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的成像的位置 OK 然後呢 就變這樣子 看懂嗎 然後你看這邊喔 因為我是從頂點出發 你看到沒 我是從這個物體的頂點出發 所以結束的時候也是物體的頂點 然後因為這裡90度 所以這裡也應該跟著90度 所以這是我所成的像 這樣會嗎 那我們要不要寫幾個東西喔 第一個 物體在哪邊 物體 物體在兩倍焦距外 有沒有 兩倍焦距外 這是2F以外 對不對 請問你 成像於哪裡 成像於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邊是 F到2F 就是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之間 好 然後再來 放大還是 欸第一個 這是放大還是縮小 縮小 對照起來就知道 它是縮小 然後呢 導力和正力 導力 導力 所以它是個縮小的導力 然後記一下 只要導力就會一定 就一定是什麼 十像 所以它是一個縮小的導力十像 所以它記下來就是 物體如果在兩倍焦距外的話 我所成的像 就會是在這個F到2F之間 然後它是個縮小的導力十像 這樣子 會啦 好 這是第一個你要畫的圖 然後第二個圖呢 我們跟著一起畫好不好 第二個圖的話呢 也是一樣的狀況 這個就可以直接解釋啦 也是一樣 這是2T鏡 等一下我畫 阿溫怎麼畫的 阿溫會這樣畫 因為阿溫是中間比較薄的 所以我的鏡頭會這樣轉過來畫 這是2T鏡 這個應該會啦 好 然後呢現在物體放哪邊 物體 我的物體是在這個地方 物體是在 哪邊 2F的上面 你看到沒 如果你這兩個圖做對照的話 感覺是我那個物體 等一下 往前移 移到2F上面 對不對 移到2F上面 好 然後也是一樣 我的像要怎麼畫 我的像 第一個 直線跑過來 通過哪裡 通過 然後 我的這個什麼 焦點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通過鏡心的話呢 應該在這邊 好 然後我所成的像呢 就是這個 對 最好用詞畫最好 而且你那個點 要瞄得精準一點 好 你看到沒 當我的物體在2F上面的時候 來請問你 成像在哪邊 成像 成像也是在2F上面 然後呢 放大的縮小 我告訴你 兩個一樣大 所以是一樣大 然後導力的真理 導力 然後十項的虛項 十項 只要是導力就會是 十項 好 這是你要畫的第二個圖 好 這你看一下 加一遍 就應該說 就應該說 對 谢谢观看